来自南澳湘的 运用逐语上竹林对话 为贝比鲁斯联盟 台湾代表队的15位小球员 祈福并且接受旗帜 要远赴美国比赛 伊兰蓬莱国小在今年6月的 台湾贝比鲁斯全国选宝赛中 夺得冠军 同时获得代表队的主训权 而代表队的集训期间 都是在南澳湘的 壁后雷球场训练 特地选在这个球场举行 祈福仪式 使盼这次远征 能取得好成绩 我们这一支所组的 这个又十二的国家代表队 最主要里面的成员 有九成 以上是我们太阳族的孩子 那我们太阳族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俗 就是不管家中也好 竹中也好 或者是整个社区也好 部落也好 有重要事情 我们都会借靠部落里面的 起劳来为这样的一个事项 来去做祈福 这一次还好这十天的调整都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这样大概看 其实我们这一批的选手 说真的速度的 速度的那个 可以牵制到很多对手的压力了 再来就是他们的打击 打击都有一定的程度 然后投手也都不错 到国外去跟其他选手 应该都有压制的效果 大家好 我是林春宏 来自蓬莱国小 因为受到爸爸的影响 才决定要打棒球 却男人兴奋且紧张的轩辕 逗乐了整场在场的观众们 人潮却自信高 小小的年纪就能实现出国比赛的梦想 去年曾代表台湾出赛的简凯乐 今年也与学弟们一起出征 新船招棒把队长职务旗帜 交给现任的队长林晨宏 很开心啊 希望我们可以拿好成绩回来 觉得我们这一批都还不错 希望交接的人可以认真的带下去 只是把他们越带越好 可以代表学校又代表台湾出去比赛 就我们一起加油 去美国拿好成绩回来 代表队成员有九成都是泰雅族的孩子 借着以传统仪式为球队打戏 鼓舞士气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并期盼球员们都能够安全归来 并带回好成绩 也教导孩子要懂得感恩 透过棒球打开的视野 也让世界看见原上的孩子的自信 原始新闻把度有命不来 六亿以来南澳采访报道 好 我们下期再见